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發生了一篇訪問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受訪的對象是一名准警嫂 即是說他跟警察男朋友未結婚 不過在籌備婚禮 在這段期間他就發現越來越多的問題 比如說跟警察男朋友之間價值觀的分歧越來越大 而且還受盡親戚朋友的白眼 加上他在籌備婚禮期間也受了很多阻滯 所以這名准警嫂 終於發了最後通牒給警察男朋友 要求他在工作和他之間作出一個抉擇 要不就辭職 要不就分手 而我相信這並不是單一個案 很多有良心和良知的准警嫂 其實都面臨著類似的抉擇 現在我們一起去否釋一下 這個准警嫂到底他所考慮的因素 是否正確呢 而且他的內心世界是怎樣想的呢 亦有些忠告是可以給他們的 首先就說一下他在訪問當中說什麼 這個准警嫂 他就說他跟警察男朋友的價值觀的分歧是越來越加劇 為什麼呢 原來他的警察男朋友就是所謂政治冷感 沒有興趣去了解他參加遊行、示威、集會的理念 以及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取向 而且他男朋友的朋友 即警察的同袍 亦多次批評這名准警嫂的政治立場 更甚至他那個警察男朋友的同袍 就指他是瘋狂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你這個男朋友就說政治冷感而已 其實我就相信 根本上就在跟你避談這些政事 老實說作為一個警察 他會不會接受得到自己的女朋友 去出席那些反警的示威集會 就是反自己 所以我估計 只不過他在避而不談 避免產生衝突 因為明知準備要跟你籌備結婚 這件事是很稠的 你婚後就要考慮 到底能不能跟這個男人融洽地相處 你考慮一件事 難道一輩子要避談這個時政 你家裡的電視機就不要安裝新聞台 一播新聞的時候就要馬上轉台 不要看 否則看到那些警察暴力的畫面 你怎樣面對你那個准老公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而且你那個警察男朋友 根據他的訪問所說 准警嫂 他就說相信 他那個警察男朋友去執勤的時候 就不會使用這些過份的暴力 來對待那些示威者 但是實情是怎樣 你怎麼知道 你又不是跟著他去執勤 萬一他將在工作時候 那些濫用私刑 或者使用暴力的那些習慣 帶到他回家庭的時候 會不會進一步演變成為家暴呢 你又要考慮這一點 因為一個人習慣了用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就很懷疑 到底他能不能夠在一時三刻抽離到那個角色 就是回家庭的時候 變成和外可襯和顏月色 出對工作的時候 就惡屎能登 那行不行呢 是不是 作為一個警察 他有沒有這樣的情緒智商呢 我非常懷疑這件事 這也是他要考慮的因素 最後一件事 就是他說他男朋友 目前就不願意理解他的政治取向和理念 基本上在正事方面 你就沒有辦法溝通了 問題就是 目前這一刻 他因為要跟你結婚 他就忍你 婚後的時候 如果你保持這個政治取向 他會不會破口大罵呢 他那些同袍都說你瘋狂了 你婚後會不會 就是他用這些言語來罵你呢 很難說 除非他是忍你一輩子 那就很忍得 那就加得過 但是行不行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在世間上 完全半句話都不說 就著你的政治取向 其實是擺明不喜歡你 就是你去遊行 好了 而且他現在就說跟你不談正事 如果你將來有其他的理念上 又跟他有分歧 那怎麼辦呢 他又是否繼續引你呢 這件事你就要想想 雖然婚姻當然要互量互養 但是這些大事大非的事情 其實就很難退讓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他也有考慮到 人債關係隨時就會分崩離析 根據他的訪問所說 他去籌備婚禮的時候 他的朋友就開始逐漸疏遠他 而其中一個 竟然間就是他的伴娘 那個就是他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 竟然間就跟這個準警掃說 我正在考慮到底要不要出席你這個婚禮 即是準備不做他的伴娘 這個準警掃就說 從來沒有想過會失去他人生當中最好的朋友 令到他非常傷心 即是你想想 連你那個簡為伴娘應該是最要好的朋友 都在考慮去不去的時候 你想想其他婚客其他的親戚 他怎麼想呢 當然我自己在直播節目的時候接電話 都不少的警察的親戚都說 當沒有認識過這些人算數了 或者聖誕過年都不要約在一起算數了 當沒有見過了 是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因為這班人是很頑固的 自己做警察怎麼會不幫助警察呢 但是我們作為一般市民的時候 去看到那些警察暴力的畫面 你怎麼能夠 大家坐在一起的時候 除非什麼都不說 只是說公起發財而已 但是你還要坐在那裡聊天 那怎麼面對他呢 唯一不面對的方法就是逃避 逃避就不見了 所以你的朋友就疏遠了 而另一個朋友就是陪他選婚紗的時候 竟然暗示他應該跟未婚夫分手 還跟他說 你都未結婚就還有得選擇 你能不能夠跟一個價值觀 那麼不同的人一輩子在一起呢 其實他也說得對的 只不過是作為一個爭友去提醒他 對不對 爭就是二言自變的爭 對於他這番爭言是很好的 你嫁一個男人就一輩子了 雖然有個說話 就叫做靈教人打兒子 就沒教人婚妻 但是目前你還說 你還未結婚 子女還未有 待會就會說到子女的問題 你跟他結婚的時候 生子女還嚴重 所以你的朋友 又疏遠你了 親戚又可能會不喜歡 都未必會出席你的婚禮 你想想這件事是否值得你搞下去 第三件事 這個準警掃 他就提到 在籌備婚禮的時候 就遇到不少阻滯 包括什麼呢 就是他被黃店的印刷商 拒絕承印的起帖 以及提到過往有一些警員 去搞婚禮的時候 最終就日演變成衝突 甚至乎慘劇 大家記得周梓樂的事件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有個警察結婚 大家記不記得嗎 你結婚是引來的 就是催淚彈 以及一些衝突和粗口 所以他就開始在想 到底應不應該結婚 如果大家還記得 婚禮業也有一個霸接警婚的宣言 對嗎 別人說得明白 我都頂你這班警察不信 所以就決定不接你這班警察的生意 寧願不做人家 賺少點錢 不做你警察生意 對嗎 免得自己的良心過意不去 所以你想想 你這麼多阻滯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還跟他在一起呢 而且我們剛才說到 將來你生子女的時候就麻煩了 因為你的未婚夫 目前在工作期間 接觸了大量的催淚煙 終然他有所謂的防護裝備 問題是正如陳肇始大局長所說 催淚煙那些化學殘餘物 就是會沉積起來 到底那些衣物是用什麼洗呢 是否用水洗得掉呢 那些成份 如果他過程當中 接觸大量的催淚煙 而催淚煙當中又含有二鶴英 雖然 現在那些羅志光大局長跟你說 就是燒烤的二鶴英 還比催淚煙更多 那麼很多人已經生癌死了 已經照計 是嗎 羅大局長 這個取決於到底你相信哪一番 如果你認為 他接觸大量催淚煙和二鶴英 都沒有問題 不會像越南的橙劑一樣 生乞胎 或者他十年八年之後會癌症 那你就可以嫁得安心 嫁得安樂 是不是 假使你覺得 你跟他將來 有子女的時候 是會健全地生長 那你就嫁了 這個就要你自己考慮了 其實這件事 另一個Blogger 即是 主家男人 博叔 其實他也有講過類似的議題 即是說 當你生產的時候會怎樣 好了 當你那個正常來成長 大家 有看過我的視頻 都記得我也有講過 昨晚發生的 在這個觀塘那裡 喂 那些警二代 他未必會和你這個警察的父親 那個政治理念是相同的 有些是黃絲的手足 那些警二代 包括昨天被人圍堵的 那就是 他只不過是在街上拍攝那些藍絲住客 馬上被人圍堵 這些就是你也要考慮到的問題 就要很周全 不能只顧自己的感受 除非你說 我不生了 那就只顧自己 但是不生了 也有意外 最好就周長一些去計劃 當然 根據他這個訪問 最後所說 他就說 辭職不是一個容易的選項 他都知道 但是現在都目前未正式分手 也都未決定取消婚禮 所謂 他就說 希望這個關係可以維持下去 不過他都不能肯定 他就傾向留下 因為仍是心愛對方 所以來說 你就等下你男朋友的決定 你都發了最後通牒給他 但是有些事情 想得周長一些 長遠一些都是好的 尤其是牽涉到那些化學污染 化學的傷害 是很嚴重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